第四届中非企业家大会 18号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温家宝说 今年来尽管国际风云变幻莫测 中非友好合作 这棵参天大树 经受住了风雨的考验 茁壮成长 我们收获的不仅有实实在在的果实 还有比金子更宝贵的友谊和互信 事实再次证明 中非永远是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温家宝指出 中非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无论规模还是水平 都在发生可起变化 双方贸易额快速增长 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 非洲对中国出口三年中翻了一番 商品种类更加丰富 融资合作成效显著 项目安排更加科学合理 增强了非洲自我发展能力 投资合作势头强劲 领域和方式趋于多元化 带动了非洲工业发展 中国对非援助力度加强 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 为非洲应对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等挑战 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中非合作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 和出现的新情况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 同非洲国家一道 探寻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措施 我们对中非经贸合作 抱有信心 中非经贸合作的道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温家宝表示 今天中非有着更加广泛的 共同利益 更加坚实的合作基础 中方将继续本着真诚 友好 平等相待 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的原则 与非洲国家一道 推动中非经贸关系 达到更高水平 双方要加强 政府间的磋商协作 制定气势可行的 中长期合作规划 促进彼此产业对接和融合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要促进中非贸易平衡发展 中方将扩大非洲产品进口 进一步对非洲国家开放市场 要进一步加强投资合作 坚持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 市场运作 互利共赢的方针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和促进就业 更加注重保护非洲生态环境 尊重当地文化和风俗 更加注重管理审核 提高投资效益和质量 要共同应对粮食危机 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基础性保障 要促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国际合作 实施更多有利于改善民生 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 温家宝最后说 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做法 支持非洲国家 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在对非合作方面 中国坚持开放 包容 共赢 愿同非洲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促进全人类的福祉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吃到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尼日尔总统伊素福 福德角总理内维斯 肯尼亚总理奥廷加 以及近千名中非企业界代表 出席大会